平底薄牙加寬新衣服 吃午餐都要吃蒲菲 黃丸子人味濃 黃丸子在兩個小時內不停拿東西吃 拿沙律 令咕嚕肉炸下丸 點心總之不肥不吃 我覺得這個人相當有意味 難道他真的有了? 但這樣跳法 什麼便便都燉走了 其實黃丸子拿正牌真肥之珍 因為他跟金像獎兼金馬獎藍佩閣八指 在六月演舞台劇《蘇眉物妖》 為了加強搞笑效果 反而要真肥失望 那肥妹仔跳起舞上來 又真的有趣些 所以黃丸子是有了肥高之珍